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分享一下我日常做的饭 两个人俩菜,一荤一素 今天吃番茄炖牛腩和炒黄心菜 平时买牛肉差不多是42亿斤 今天去买居然便宜了,38亿斤 买了两斤牛腩,一斤牛肋条 切块洗干净以后凉水下锅 再倒一些料酒或者白酒去腥 开锅以后等牛肉都变色了 再把牛肉捞出来 用砂锅炖牛肉比较好吃 把锅烧热,锅里放点油 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放进去煸炒 用砂锅的话别用太大的火 用中火 炒出香味以后放点生抽 然后再放去的皮的番茄 再放一袋番茄酱 用新姜的番茄酱好 味浓而且不含糖盐 翻炒均匀 炒匀以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煮开以后再把牛肉放进去 根据个人的口味再放点盐糖黑胡椒 再次开锅以后盖上盖子转小火把牛肉炖熟就可以了 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也可以用高压锅炖 但是我更喜欢用砂锅炖 味道更好 而且也特别入味 炖熟了以后再把这些香料都捞出去就行了 再炒个黄芯菜 锅烧热以后放一勺猪油 然后把虾皮辣椒蒜放进去翻炒 放一勺盐 先放盐这样炒的时候菜不容易出水 炒熟了以后把菜放进去 快速翻炒 炒到菜变软这样就熟了 就可以出锅了 开饭啦 番茄炖牛腩拌米饭可真是太香了 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